种菜其实特别讲究时节,什么季节种什么菜,这样蔬菜不仅长得好,而且病充害少。 比如春季就非常适合种植各种小叶菜,像生菜、桐蒿、茴香、小葱、香菜等等,它们比较耐春寒,而且刚经历了寒冷的冬季,这时候种叶菜也不容易生虫子。 同时一些瓜果类也开始育苗移栽,比如番茄、辣椒、茄子等等,春天栽上了,到初夏就开始采收果实,而夏季主要种一些耐热蔬菜品种,比如秋葵、空心菜、姜豆、木耳菜等等,这些蔬菜初夏种植剩下采收,即使三复天也照样长得好。 而秋季则主要种植各种萝卜白菜,到了深秋、初冬则可以种一些耐寒品种或者月冬的蔬菜,比如季菜、小葱、菠菜等等。 来年一开春就可以早早开始采收新鲜蔬菜了。 春天了,大家都准备种哪些蔬菜呢? 对呀! 谢谢大家